蒋介石有极为规律的写日记习惯 从青年时期到晚年病重为止 60年之间几乎天天写日记 即使战乱、旅行、结婚、生病也不例外 偶有间断也会追记 1949年对中国来说 发生了许多大事 这一年国共内战急转直下 国民党政府国都失守 中共在北京建国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 而这一年对于蒋介石 对于中华民国可以说是最悲惨的一年 那么1949年蒋介石的日记都写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 要进入49年之前 先简单说明前一年的情况 民国37年1948年 国军逐渐失利 各地反政府 反饥饿示威不断 11月初国共徐棒会战开打 美国一举行大选 杜鲁门击败共和党杜威 当选美国总统 蒋介石欲央求美国再渔军援 其期蒋送美铃鱼这月28日赴美 立即与国务卿马歇尔见面 要求援助30亿美元 而于蒋不睦的华中 剿匪总司令白崇喜在汉口称 非蒋下台 不能言和 蒋及言议其请 任可由李宗仁富和谭之责 到年底 白崇喜在致殿要讲早日英段 河南 湖南 广西各省亿通电附和 于是1949年就以蒋下野作为起点 1949年1月 徐棒会战于1月9日落幕 邱清泉逊国 杜玉明部多位军长被俘 蒋在日记及写下不生悲痛 战事危待之际 蒋就在十日命蒋经国 赴护访于红军将库存现金移存台湾 到了2月8日 中央银行第三批黄金已起运完成 上海只留20万辆黄金应急 但台湾已存260万辆 厦门90万辆 美国38万辆 而这些经费能在台湾实施避制改革 稳定物价以及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 下野前夕蒋介石 在1月16日到南京中山林 正午到陵木夜林 莫倒此为离经别林之纪念也 结果从此终其一生 再也没有看见中山林了 当晚在寓所看电影 轻功秘史 觉得无甚异议 正是下野之日飞离 南京小游杭州 次日便回老家奉化 本日为于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 只决心安理得 感谢上帝恩德 能使余德有如此顺利隐退 为智幸离经岂非底行游戏如稀重负也 当此之计蒋介石或之礼宗人 竟然擅自下令释放张扬 指张学良吉扬虎成 他觉得这事公然与他为敌了 接着次日又闻傅作义 以投降便捷 虽说不料 其实三天前日记中 已提及傅江家眷 由重庆接到北平之举 心存怀疑之计当已有数了 多年主持政务的蒋介石 在下野后终于有了能够休息的机会 蒋介石在西口待了足足94天 不但与久别的家族亲友团聚 也游历了许多名圣古记 另外 他也不忘修编蒋氏族谱 为蒋家先祖与后代香火留下完整的记录 蒋介石虽然暂时从总统之职隐退 但并非从此无所适事 他仍保留了国民党总裁的身份 主持党内改革 在西口的这段时间 也有大批党政要员来拜访他 商讨国事 而他在西口期间 李宗仁仍不断要他出国 预排除蒋的影响力 但为了大局着想 蒋在日记仍常表明要对贵戏因在忍耐 4月7日日记更表明 如其要求于出国 亦可容其考虑也 4月8日日记提到为京儿鞋匾 祝其40岁生日 一直蒋经国生日 蒋介石离开凤化道杭州 4月22日在简桥空军学校 会见了一大票人 夜里又与心腹研讨对副理宗人 正在此时首都失守 1949年4月23日的日记 右边栏外一行醒目大字 带荣光叛变南京撤手 情势险及蒋介石 一方面严主汤恩伯固守上海 一方面不忘责怪 贵戏挑拨分化 指李宗仁白重洗 然后亲赴上海坐镇 坏消息接踵而至 4月26日 宜兴与苏州相继失线 金融混乱 银元价已涨至金元券 200万元以上 均想发给现银 导致金融枯竭 甚为上海经济优吉也 1949年4月30日 1949年5月3日 日记右侧大字 本日杭州撤手 次日付气式的血 与主张早撤 不再为美国首门上荡也 1949年5月4日 5日下午蒋介石带着儿子去红桥路 拜别宋美玲父母的墓 然后去东平路上 当年他与宋结婚时的新居爱卢看最后一眼 那时宋美玲还在美国归其未知 蒋介石七皇的心情不禁流露在日记里 不与金儿同往红桥路岳父母墓前 静紧告别 回程到东平路爱卢视察 全世界空 但绝凄凉与溃煌而已 1949年5月5日 5月7日 蒋介石成江静伦离户富舟山 在船上写日记内容为 想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 17日飞澎湖 发现澎湖的要塞和营区迫败无人 气愤溃瘁的吴帝自荣几乎想顿记绝世 咬此一声 5月25号 由澎湖赴高雄接报宁波沦陷 上海已不能降机 而爱将汤恩伯已在吴松口 指挥各军撤退了 终于5月27日 他写下上海已于昨日沦陷已 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内容 是反省他人的责任过错 一是贵系李宗人 贵李投机取巧 争权夺利 寡连贤耻 忘恩负义 另一是美国人美币后悔莫及 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6月初在反省上海 与这干线的溃败 又发现白崇喜要负全责 因为白牵制了汤恩伯的主力部队 失败 实属已知其大概 白崇喜如不强制汤布 主力西宜 晚南则不为无此重大损失 而且保卫上海之战 亦避讳胜以 1949年6月4日 最后他认为抓到问题的症结了 以往干部们只当他是法定总统 而忽视他是革命领袖 所以他决心在台湾 贯彻他的革命领袖之职责与权力 绝不放弃 也不容任何人违抗 以往领导干部之无方 不仅使革命重受挫折 而且使革命干部对于之观念与认识 有此错误 仅视为法定总统之职位 而不以革命领袖之身份代之 输为惨作 但于在台 绝不放弃革命领袖之职责与权力 无论军政 毕竟我监督与指导之职责 任何人亦不能加以为抗野 1949年6月12日 这一段宣言式的文字非常重要 在他看来 国民大会选出来的法定总统吴族轻重 其实是选给美国人看的 真正握有军政最高职责与权力的是革命领袖 说白了就是可以施行军事戒严法的独裁者 他相信过去的失败 就是由于只被当成前者 而后者做得不够 而金汲取教训在台湾可要好好来真的了 同时他召见几位将领谈话 部署台湾的军职 他启用孙力人为台湾防卫司令 对任用孙力人为台湾防卫司令 一颇费心力 此乃用之政策属辞修信任之 1949年6月12日 在6月18的日记里蒋介石指出 英美两国怕他不能固守台湾 以致台湾为匪额索取 欲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借口 从而把台湾交还美国 故他要向美国坚决表示 余必死守台湾 同时对岸的敌人在筹备建国 蒋介石文之后 悲喜交集 共匪已于15日 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且将改国号国徽 文之悲乐交感 1949年6月18日 悲者共匪到底席卷了大陆还要建国 习者毛泽东竟然要舍中华民国国号另取国民 如此一来国民党政府就算退居小岛也还是正统 蒋介石简直是大喜过望 而毛泽东将会为此极不英明的决定 后悔莫及 6月19日到台南 正成功词见到这位 早他300年度海来台的英雄心有所感 见证真相严正魁违 仰慕不至 同时不忘向敌人学习 看毛泽东所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颇有异于我也 1949年6月25日 6月26日以封文 美国务院将发表中美关系声明 即8月正式发表的 美国对华白皮书 声明中会把失败的责任都归在蒋介石 他即因设法处置之 嫡系爱将汤恩伯不败退 蒋介石不生悲愤 在日记里讲了重话 毫无羞愧之心 一般将领几乎全失其魂魄已 1949年6月28日 今天介绍了蒋介石在1949上半年日记的记录 从下野 回乡 持续关注国事 到准备退守台湾 而下半年更是蒋介石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记得也要收看哦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观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动动您的手指 感谢你的喜欢